純色 手污 手污是這根嗎 沒有 何手污是這個 這個 何手污它是有一個心 這黃金 所以這個是我們用黑豆水 去九成九字 做九次 像我們台灣觀光企業 有一種防藥籽 都稱為是手污 實際上那個是吃了會拉肚子 那個是有毒的 拉肚子是小事 有的是中毒 乾中毒 整季買在那裡都要乾燥 黃藥籽我再補充一下 它跟手污是不一樣的植物 但是在很多的觀光區裡面 就是有當地人去賣 但是黃藥籽它會有乾毒性 它是吃什麼 甲狀腺種很有效 但是把它變成手污 這個是黃金對不對 這個是鎖地 OK 這是山楂了 這個是山楂 因為山楂本身會很酸 但是山楂也是一個好東西 就可以降水質 通水路 消食 減肥都可以 所以我們是用微火 在鍋裡慢慢把它炒 就是乾炒這樣 讓它山楂那個香氣出來 然後慢慢冒白鹽這樣 讓它炒 你剛才比較多 我沒吃出什麼味 這是火雞 這是烏骨雞 烏骨雞 烏骨雞見黑就補對不對 因為烏骨雞它是一個養蔭的食材 一般我們像土雞是屬於比較造性 烏骨雞它是一個養蔭的 然後對我們人體的肝臟 也是一個很好的保護 我要看到這種轉彎的地方 我就是明白 所以我們在中國古代這個 在中國古代這個藥丸 有一個那個 對著鏡頭說 白鳳丸也是那個 用烏骨雞然後加中藥去蒸熟 然後去磨成粉 做成烏骨雞白鳳丸 原來烏骨雞白鳳丸裡面是真的有烏骨雞 對 有烏骨雞 對 這麼好吃 非常好吃 山楂在哪裡 我吃不出酸味 我們把這些藥材全部都下去熬汁 然後再把它過濾 過濾再加雞肉下去煮 這是單身 單身 真的是紅色的 單身是這個是還沒有 這個等級現在紫單身已經找不到 如果是紫色的 剝斷裡面紫色的更好 但是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米玉還有庫存 沒有 這個單身是共同事物 就是在古代 就是成為 一般的中醫就是成為 那個單身 就是 它的功效就是 四桶那個食物湯 所以這個是 活血 活血 刑氣 刑氣的 滋補可以強生這樣